全油管最快新闻,中国田径110米兰辉煌纪录在杭州亚运会终结。 日本选手高山俊也与科威特选手雅各布,由哈多德冠军,中国小将徐卓一摘铜牌。 此次比赛,中国110米兰没有领军人,年轻选手缺乏大赛经验,技术和心态不成熟。 过去40年间,中国在亚洲110米兰一直占统治地位,但如今面临人才断层。 尽管中国选手努力追赶,但亚洲110米兰的竞争已变激烈。 日本队在世界大赛上的表现已逐渐超过中国,在杭州亚运会上也展现了强大实力。 中国110米兰需要继续努力追赶,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